140 東方日報 產地攝核災日奶粉長沙秘捷 2015年7月26日兩岸A30 本部綜合報導 湖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前日發布消息指出 長沙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郵檢辦事處自本月1日至20日 在入境郵檢中連續織獲大批產自日本東京都及群馬園的應有兒奶粉 上述兩地是日本福島發生核洩漏事故後 中國禁止進口食品、食用農產品的其中兩個地區 當局封存產自日本核污染地區的應有奶粉 據了解 這是自11年福島核電站發生核洩漏事故以來 湖南口岸借獲產自日本核輻射污染地區食品最多的一次 被植獲奶粉共521冠 價值約41,000元人民幣 未驗出防射性超標工作人員通過變攜式能譜 而對植獲奶粉進行防射性檢測 暫未驗出防射性超標 根據中國相關規定 當局將該批奶粉全數運回日本 當局提醒消費者 當地食品及食用農產品受輻射嚴重污染 保障健康安全 不要郵寄購買和攜帶有關產品 萬一遙 Stupid 未驗準備 滿一遙 新鮮き